凌晨一点 无所不能的外卖小哥 竟然偷偷干这事 事情是这样的 我半夜起来 尿尿 就听见门外 好像有人吃面条的 秃鲁秃鲁的那种声音 我当时也不知道 哪来的胆啊 就开门想要看看 这一开门 吓了我一跳 就看见一个得有一米八几吧 身材挺魁梧的外卖小哥 蹲在楼梯一掌 正好背对着我 在那吃东西 听见我开门 蹭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当他看到我之后 把手里的东西 还用胳膊挡了挡 有点不知所措了 然后低着头 蹬蹬蹬蹬 就下楼了 我当时也能感觉到 那个外卖小哥 有点尴尬了 第二天 我跟我老公说起这事 我还说呢 你说这到后半夜了 估计啊 不是送晚了 就是汤撒了 被退单了 然后又没舍得扔 就自己解决了呗 听他秃鲁的那个声音 应该还挺烫的 而且还很着急 怕被人看见呗 你说这要是谁家的老公 让媳妇知道了 不得心疼死呀 我都觉得心疼了 我老公漫不经心的说 他们也不容易 我那次点外卖 不仅送晚了 汤都快给我撒围了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还说 不好意思 太着急了 要不重新给您订一份 我说不用了 反正我也不爱喝汤 这些够吃了 我也一样给好评了 是啊 生活不易呀 你们有没有外卖 被送晚或者汤撒了的时候 你们是给差评了 还是给好评了 髦可能有一个选择